大家好 现在开春是给长寿花换盘的最佳季节 我这一盘长寿花也是刚给它换盘了十几二十天的时间 当时由于上盘的时候 少做了一个动作 就是没有给它进行涂养消毒 所以说现在长出来的新芽出现了一些问题 大家看这个问题就是新长出来的叶片 有一些小黑点 这种小黑点一般就是叶斑病 那么这种病害一般都是从旧土带到新土的 尤其是我们刚买不久的长寿花 第一次给它换盘的长寿花 我们一定要在上盘之后给它使用一次涂养消毒 我们在家庭用的话呢 建议大家用这种二美龄 因为这种二美龄它不但滴毒 而且使用起来也方便简单 我们只需要按照正确的比例 对水给它滴上几滴就可以了 使用起来非常简单方便 给它对好水之后 作为定根水来给这个长寿花浇灌 这样的话就可以完全彻底的给这个土壤消毒 不要把原来旧土的病毒带到新土里面 就可以避免这种问题的发生 而且这种二美龄它的毒性非常的低 对于在家庭使用的话呢 会相对安全可靠 那么如果是我们的长寿花已经出现了这种小黑点 不是太多的话 我们就必须要给它在叶面喷湿一点药物 来给它做处理 比如说像这种乙座多菌磷 那么一般普通的多菌磷 对于这种黑帆病是没有什么太大的效果的 所以说大家要治理这种黑帆病的话 一定要选这种乙座多菌磷 才会有效果 那么正常来说 长寿花的叶帆病 我们都要给它喷湿三到五次 大概三天到五天给它喷湿一次 这样才能很好的控制这个叶帆病的病害 所以说大家在给长寿花换本的时候 一定要给它做好涂养消毒的工作 避免后面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好了 这期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一期再见